这个是LCD1602 那它是一个液晶面板 那叫1602的原因是因为 它横向X轴可以显示16个字元 然后可以显示两排 所以叫1602 那这个液晶面板的正面长相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背面 那背面的部分 它这边有多一块电路板 那这个电路板叫i2c的通讯界面 那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蓝色的可以调的可冰电阻这边 那这边是用来调整对比度 就是面板显示文字时候的对比度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发现字都看不到 那请你用小螺丝起子调整一下这个对比度 通常第一次使用都会需要做调整 不然会太浅或太深 是完全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那另外这一个这个Jump 这个跳线帽 这个是用来控制背光灯的开关 那把两个连接点连接在一起的话 它是可以启动背光灯功能 那你可以在程式里面做开关灯的动作 那如果跳线帽打开 那它就没有办法使用背光灯的功能 所以通常如果你的跳线帽遗失了 我们就会直接把这两个接点焊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它的接下来我们看它的接线的方式 I2C的标准的接线方式就是会有四条线 那四条线一样模组供电一样是VCC跟GND 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明确知道模组供电 那另外它的两条重要的传输资料的线 一个就是SDA 一个是SCL 所有的I2C的界面都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它的接线也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LCD1602的接线 它的四条线是标准的I2C的接法 那么所以它上面VCCGNDVCC 这个就是属于电源的部分 那另外两条线就是资料传输的部分 SDA SCL 那这个接头呢 通常在我们的扩充板上面都会另外做出来 那所以你买到扩充板 你去找一下看一下 它通常会有I2C的接头像这一个 它把I2C独立的做了一个接头在上面 那这一个红色的扩充板呢 也有一个标准的I2C的接头 那你会发现它们的排列不太一样 排列不太一样 像这个红色的 它是5V 它是先GND再5V 然后SDA SCL 那这一个的排列方式 跟我们的这个板子的排列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 这4PIN的线整排 按照顺序整排插上去就好 那如果你买到的是这一块板子 你会发现它的I2C 它是先5V加号 再GND-号 然后SDA SCL 所以它这个I2C的接线 跟这边的I2C的接线 不一样的位置就是在它的电源的部分 它是反转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里的接到这里来 那你要记得你的V跟G的线要做反转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在插过来的时候 本来按照顺序是这样子 可是呢 因为这个接头它是V跟G反转 所以你要把这两条线做交换 做交换 要这样子 这样子再把它插上去 这个是接线上面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一样用Transformer 来做程式使用的说明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 使用Transformer在用LCD的时候 那么它的选项 左边这个选项要改选成LCD 因为它的韩式库 这两个东西的韩式库 它的程式的容量比较大 所以它并没有把它一次放进去 那么所以我们在使用上 如果你要需要使用到这两个 我们就会另外选 在LCD 然后一样选你的板子 那这时候呢 因为左边这里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烧韧体 那一样要开Squitch 所以LCD 选你的板子 烧韧体 开Squitch 去按连线 连线之后呢 我们一样要把它的扩充程式给放进来 它的扩充程式在这边 就是LCD 它会有一个独立的选项 那你就把LCD给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呢 它的第一个基目 这个就是定义基目 那么所以如果说 如果你不是接在它的专用接头上面 那你要自己接的话 那其实呢 你的基目上面就已经告诉你 你的基目就已经告诉你 SDA要接在A4 SCL要接在A5 所以像这种韩式库型的基目的模组使用 其实你看它的基目就可以知道线要怎么接 不需要去网络上查很久 直接看基目就知道线要接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没有单独的 I2C的专用插座 那你就要把SDA接在这里 A4 这一个地方 然后SCL 这条线就要接在A5 这个地方 这两个接角就等同于这两个接角 那么所以你在使用I2C的时候呢 这个A4跟A5就不要再用其他的感测器 以免两个相冲突 好那这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那各位在启动你的Transformer之后呢 通常你的液晶萤幕上就可以看到字 那所以如果没有出现文字的话 请你记得把后面 拿一个十字的螺丝小十字螺丝起子 把这里稍微转 转一下 转到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文字 把那个对比度调整一下 它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文字的显示 那么当我们定义完积木的使用之后 那就可以使用这边的积木去控制我们的面板 那所以它可以显示文字 那这边的文字呢只能是英文跟数字 那中文字呢因为它的字码的这个容量太大 所以没有放进去它的韩式库里面 所以它只能显示英文跟数字 那它是1602 所以它会有 它可以有两行 然后16列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任何一个位置 去开始输入你的文字 那这个是显示的部分 清空文字的部分是要自己做的 如果你前面没有做清空文字 它会把这些字叠加上去 那所以我们一般呢都会在显示之前 做清空文字的动作 我们来显示一下hello world 当我按action之后 它就把文字给填上去 在第一行第一列的位置 那么刚刚前面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内定值 在定义的同时它会显示出他们公司的名称 所以上面会有one robot per kit 看一下 这是他们这个定义记录里面 那一件写在里面的 那么所以呢我们通常 这样子就可以把画面清空 然后去显示你该显示的文字 那这个是LCD1602的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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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